HELLO 大家好,我是珠春濤 自從美高媒在2018年用了智能倒台之後 生意的確有幫助 好了 而且還帶來其他種種好處 其他五大博企見到美高媒嘗到甜頭之後 都跟進了 陸陸續續安裝智能倒台 中國行政副主席兼執行董事王英偉 出席亞洲國際娛樂展的時候透露 金沙中國都安緊 將會很快推出智能倒台 而且進度正常 集團已經準備就緒 並指智能倒台能夠增加公司的保安能力和穩定性 安裝了智能倒台 不會讓公司減少員工的人手 莊可朋友不用這麼擔心 其實智能倒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防止那些人用假籌碼出籤 或者在賭局上博猛 明明沒有買 開了局才推過籌碼下去 說自己中了獎 還有一件事最大的作用就是 收集賭客的大數據 有利賭場做相關營銷工作 據了解 金沙中國是六大博企之中 唯一一家採用Andro技術公司 其他五家公司都選擇了 Walka Digital Table Systems 其實兩種技術都是大同小異 將RFID晶片植入籌碼和賭桌 防止那些人用假籌碼來握賭場 以及追蹤賭客在賭場裡 喜歡玩什麼遊戲 他們的行為模式 令賭場可以盡快追蹤到有價值的客戶 以及可以提高每一波博彩的速度 澳門經濟財政司長李偉龍 也曾經在今年3月說 政府鼓勵澳門的博企使用電子籌碼和電子倒台 去計算外國博彩客的投注額 雖然近年用假籌碼的案例少了 不過澳門警方在今年5月2日 曾經破獲一宗五名內地男子 利用假籌碼成功騙了澳門賭場180萬港元 有分析認為如果安裝了智能賭桌 相信可以有效盜絕假籌碼的出現 肯定的是六大博企相信都會安裝智能賭桌 但衛星牆裝不裝呢? 就要看看澳博投不投入 如果澳博又要衛星牆夾錢去裝 可能衛星牆未必肯制 因為衛星牆的經營過渡期三年 現在都過了一半 還有一年多 可能有些衛星牆未必肯做不做 好 這一集就先看到 不要打算記起碼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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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